Hello,香港,終於不用戴口罩了 你們知不知道已經不用再戴口罩了 你還戴嗎?脫下吧 對了,稍後脫下 我豈不是不能掃顏上班 我不想化妝上班 這幾年都沒怎麼買化妝品 現在粉底唇膏又要重新買過 又要花筆錢,這麼麻煩 那即是說,今天開始,美女人數不是下降了嗎? 我當然支持脫罩了 你知道的,大罩頂瓜瓜,脫罩矮冬瓜 遠看就像公主,近看就像番薯 以後不用中伏了 我家裡還有很多盒口罩 弄了口罩怎麼辦?當紙巾用嗎? 一出一入,都是戴上口罩好些 不戴口罩,很容易中招 以後就要做好表情管理 不要隨便黑面打喊路 隨罩美女減七成 不過我也是那三成 說笑而已 終於可以每天見到大家傳商 香港是小一城市 是全球最遲取消口罩令的地方 香港人戴口罩足足945天 口罩都不用戴了 股票當然是照炒 現在消費股已經炒到七七八八 還有什麼股可以留意 當然看看香港的醫療和美容概念股 不戴口罩的話 醫療的需求上升了 醫師健康就是當中的選擇 如果不需要戴口罩 女士就要撿起自己的樣子 完美醫療就是受惠股之一 至於沙沙國際 那就未必有這麼好的受惠程度 所以這一點都要留意一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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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